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把昨天所学的动作完整地练习一遍 并把今天要学的动作一起展示一下 翻边 第五段动作 玉女穿梭 一 交叉和手同时收腹 二 转换中心 两手上膨 三 往下收 走起正 收 落步推掌 然后转身 开步和手 然后懒扎一 重复动作 六方四臂 双手下旅 一 重心和手 回 推 收腹 一 二 高手打开 三 提膝开步 移中心 移中心 再回 重心 再回 重心 穿掌拉开 往下 往下 下面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动作 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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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接手 二 转换中心 好 向后插步走匀手 一 往后插步 慢慢地移中心 开步 二 再往后插步 然后来移中心 再开步 第三步的时候我们做成盖步 或者是并不往前上步 好 同时两手往上捧 开步 走移中心 下面白脚跌岔 收 好 正脚交叉 走 下浦步 往上冲拳 上步 往上拖掌 走 筋肌独立 人地正脚 走 转换中心 开右步 同时收左步 走左侧 筋肌独立 倒卷红 是我们学过的动作 走后往前拉 一 共退五步 二 收 再退出 注意扣前面脚的脚尖 三 收步 退出 四 再收步合手 好 退出 退出 五 收步合手 退左步 同时双手下离 收步交叉 接白额亮翅 好收 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圆手 圆手分为并步圆手 插步圆手和盖步圆手 在前面的套路中 我们已经练习了并步圆手 为了区别上一个动作的区别的地方 我们把这个圆手作为插步圆手 好 一起来学习一下 单边 勾手 变成掌 接手 一 走下弧线 也是我们元手的蝉丝劲 正面双手蝉丝 二 移中心 走往后插步的时候 移中心 把你的右脚插于左脚的斜后方 同时前脚尖了凿地 两手捧起来 做到立身中正 同时移中心 起左腿 右手上旁 再开出左部 重复动作 再移中心 收步 往后插 然后再移中心的时候 起腿开步 第三步的时候 我们不再做插步圆手了 我们把做成并步圆手 或者是往前上步 在这里我们先做成往前上步 然后两手同时向上膨 移中心开步 好 然后重心左移的时候呢 两手呢 合于胸前 准备接下面的白脚跌岔动作 好 这是元手的动作 让我们一起来练习一遍 元手 所以这个元手做的时候 我们做成两次插步 一次并步或者是盖步 走 一 接手 二 一 中心 正面双手蚕丝 走 往后插步 一 对这手手 在身体的左侧 好 开步 两手在身体的右侧 走 插步 二 看了后面右脚插步的地方 走 开步 走 三 往前 我们做往前盖一步 往前上步 好 同时两手上膨 提左腿 踩步 好 重心往前移 双手合于胸前 往收 下面 我们一起来学习 白脚跌叉 接上面动作 移重心 重心继续左移 同时收右部 两手合于在胸前 掌心朝外不动 同时左腿向前踢出 向外摆起来 走一个外摆的动作 双手拔于右脚的脚面 几个双肌掌的动作 摆起来 摆起来 左手先拍 右手后拍 拉起来 你看我再来一次 收回来以后 摆 摆完之后呢 这个右部不落地 同时呢 左手从上往下 与右手相合 变拳 同时正脚 然后呢 起移重心 起左腿 向前开出 两手打开 做一个大瀑布的动作 拉开 这是白脚跌叉的动作 好 收 这里呢 稍微注意一下了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白脚动作的时候了 膝关节 右胯的膝关节 这个地方已经打一个扇形 拉起来 通过了 对方在这里的时候了 我们的腿向外 走一个外摆腿的一个动作 走一个外摆的一个击打动作 同时将右手拍起来 远地正脚的时候了 拉下瀑布的时候了 注意稍微慢一点 拉开 右手呢 两个全心相对 全心相对 做到立身中 这种身体可以稍微往前轻一点 白脚跌叉动作 好 收 下面 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 白脚跌叉 首先 一 收步 二 白脚 三 正脚合手 四 拉下去 提膝 拉下去 好 身体往前看 好 收 这里 自己做这个摆腿的时候了 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身体的条件 可以了 收回来以后了 可以做高的动作 如果了你身体动作站不稳的话了 他们可以先拍你的膝关节 但是要把这个胯了摆开 因为我们前面关节活动的时候 我们讲过外摆的摆胯动作 我们可以先摆腿 然后再摆前面小腿 最后做到摆脚面的动作 好 这是摆腿的动作 好 让我们一起再来练习一遍 摆腿的摆腿 摆腿的摆腿 应用小腿的摆耳 spoke to the main 先接白脚跌岔的动作 白脚跌岔了 是一个对腿法上要求比较严格的一个动作 如果能下去呢 尽量可以下成瀑布状态 如果下不去的话 我们动作也可以做得高一些 好 我们慢慢适应之后 动作可以慢慢下低 接下面动作 筋肌独立 首先呢 右腿蹬地 往前 移中心 中心移于左腿上 同时呢 左拳向前冲出 右拳自然走下弧 好 慢慢地收于腰间 同时上步往上合手 掌心着上 慢慢地向前上方 推出力打在掌根上 就像用掌根去拖对方的下额一样 拉起来 同时提膝 走来与膝相合 拖起来 左手呢 在你身体的左侧方下 拉起来 筋肌独立 松化屈膝 同时呢 往下正脚 两个手 按于这个胸前 左手呢 顺着这个 右手顺着右脚的震动 按下来 这个时候呢 中心呢 还压在我们右腿上 这是转中心 中心移于右腿上 然后呢 再倒回 左腿 同时 开右部 两手上膨 走下弧线 收你的两手的时候呢 把左脚收回来 在胸前相合 右手向下按 左手往上拖 左侧的筋肌独立 好 我再做一下 正面的动作展示 拉起来之后 一 重心前移 往上冲拳 二 收右部 合手上拖 三 举膝 举手上提 提膝 合起来 这是右手的 筋肌独立动作 往上拖起来 然后原地正脚 下按 至于这个时候的中心 不要移过来 像我们练习金刚导队啊 这些正脚 都是取到一个原地正 重心感觉这个地方呢 就像剁冰块 剁砖一样的 把动作拉下去 好 导换中心 一 二 移中心 手上膨 开步 合手 收步 收于胸前 然后呢 左手想上拖 做左侧的筋肌独立动作 同样的 拖对方下 手捧起来 稳住它 好 头往上顶 屈膝松胯 向上拖起 向上按下来 好 下面 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 筋肌独立 一 移中心 上冲拳 二 收步拖掌 手往上拖 三 往上举 筋肌独立 右侧的 朝刺 一转换中心 好 移中心 开右部 收左部 两手合一胸前 再往上起 左侧 筋肌独立 好收 我们再来做一下正面动作展示 确定龙 走移中心 上冲拳 二 收步 拖掌 走往上起 筋肌独立 力打掌根 直接往上里 走 这 手按下去 重心不变 还压在右腿上 慢慢的移中心 开右部 重心倒于左腿 走 收左部 与胸前交叉 好 往上起 左侧 筋肌独立 好 收 今天 给大家讲一下 城市太极拳里面的 步伐练习 后退步 昨天我们讲了太极拳的前进步 前进步是进行向前攻打的一个动作要领 那后退步是一个退步防守的动作 首先最动的要领 重心呢 重心呢 同样做到屈膝中挂 下沉 然后起左腿 左腿呢 向左侧后方 慢慢的 以脚尖 为凿力点 凿地 向侧后方拉出 向侧后方拉出 然后呢 收右部 重心左移了 然后向右侧后方 以脚尖 为凿力点 收部 再收回来 然后再退出 退步的时候呢 前面重心腿是实的 后面呢 我会虚 慢慢的把重心 觉得对方 后面非常安全 我们把重心再压过去 同样往前进步的时候呢 先收回来之后呢 往前走的时候 哎 前面是虚 觉得这里非常安全了 我们重心再慢慢的压回来 这是前进步的时候 这个动作要求 后退步的时候 时候呢 中心腿了 慢一点往后移 不要急着往后面移 就像我们前进步一样 进去的时候 前面是虚 那退步的时候呢 后面是虚的 这是我们在退收 步的时候 要注意的动作 同时呢 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呢 我们还要 记住动作与 周身各部要求的时候 做到头 虚顶顶尖 做到立身中正 来 拉回来 再推出去 再收步 再推出去 向侧后方 做出一个平移动作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做一下 倒脚红 接白额亮翅的动作 好 我们拉开 对 好 直接上翻手 收步合手 这是一个收步 往后退的时候 不要直着往后面去退 斜后方 双手往下捋 对 然后收步 走拉开 左一扣 收 变白额亮翅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退步动作 还有我们前面要讲过的 倒卷红 它也是一个退步防守的动作 收 下面 让我们来学习 倒卷红 白额亮翅 这两个动作呢 是重复了前面第二段里面的 倒卷红和白额亮翅动作 我们再来学习一遍 经济独立以后 这时候重心在右腿上 力打在掌根上 右手掌心朝下 同时 右手想后方拉出 然后想上翻掌 掌心朝上 退左部 从右耳边 右手从右耳边 向右前方 向前方推出 这个时候呢 重心压于你的右腿上 层肩最肘 两肘呢 与你的膝相合 肘与膝相合 左手了成按掌 按于你左腿的前侧 同时 左手想上翻 收右部 合手 合于左耳边 推右部 与右侧 侧后方 走 二拉开 同时呢 扣你左脚的脚尖 这时候中心基本上在两腿之间了 然后推 手上一个螺旋径 打出去 倒卷红 走 三 同时再收你的右部 掌心向上翻 收部 然后再退左部 然后扣右脚脚尖 往里合 推你的右手拉开 这是一个退部防手的动作 再收部合手 走 重复动作 退四步 拉出来 到第五步的时候呢 收部合手 双手下铝 往下拉 这时候呢 可以把你的右脚脚尖扣回来 收部合手 再退出 拉开我们前面所学过的动作 白额亮翅 手臂捧圆 左手了成按掌 做到上呼头 下呼吸 拉开 白额亮翅 好 收 这里面倒卷红了 我们在平时做退步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成三步 五步 七步 只要你推到身体左侧的时候了 都可以变为 交叉和手 拉开 白额亮翅的动作 这是我们重复动作的讲解 好 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 倒卷红 白额亮翅 斜金鸡独立 走倒卷红 一 翻掌 退左部 左后方拉出 松肩最整 二 收步合手 退右部 打开 三 收左部 向左后方 拉开 注意眼睛可以目视前方 翻掌手看左手 收 走 退第四步 拉开 五 收步合手 双手 双手下铝 收步 交叉和手 拉开 白额亮翅 好收 让我们把今天所学的动作 一起来练习一遍 单边 插步云的手 一 接手 二 转换重心 好向后插步走 均匀手 一 往后插步 慢慢的移中心 开步 二 再往后插步 然后来移中心 再开步 第三步的时候 我们做成盖步 或者是并步 往前上步 好同时两手往上捧 开步 走移中心 下面白脚跌岔 收 快 正脚交叉 走 下浮步 往上冲拳 上步 往上拖掌 走 金击独立 人地正脚 走 转换中心 开右部 同时收 左部 走 左侧 金击独立 倒掌红 是我们学过的动作 左侧往前拉 一 共退五步 二 收 再退出 注意扣前面 左侧的脚尖 三 收步 退出 四 再收步 合手 退出 五 收步 合手 退左部 同时双手下鱼 收步 交叉 接白额链翅 好收 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生活小贴士环节 那么在昨天的节目中呢 我们给大家聊了辣椒 也给您讲了辣椒的一些功效 但是呀 这辣椒呀 也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的 那么有哪些朋友是不易吃辣椒的呢 首先呢 是痔疮患者 痔疮患者如果大量的食用辣椒等刺激性的食物 就会刺激胃肠道 使痔疮的疼痛感加剧 甚至导致出血等状况 再呢 就是眼部有疾病的患者 像是有红眼病啊 角膜炎等病人 吃辣椒呢 会加重病情 那么在治疗的过程中呢 大量的食用辣椒 生姜 大蒜 胡椒 芥末等辛辣的食品 也会影响治疗的效果 而慢性胆囊炎患者 也不易吃辣椒 因为这辣椒呢 有刺激胃酸分泌的作用 容易造成胆囊收缩 诱发 胆脚痛 肠胃功能不好的人呢 也不易吃辣椒 因为这辣椒呢 会使胃肠粘膜产生炎症 产妇在产后一周内不能吃辣椒 因为这吃辣椒呢 不但会使自己上火 出现便秘等症状 而且这火呀 还会影响到婴儿 使婴儿内热加重 口腔溃疡的患者呢 也不能吃辣椒 因为患者的口腔呢 会对辣椒的味道特别的敏感 吃辣椒呢 也会加重疼痛感 再呢 就是身材过瘦的人 不易多吃辣椒 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呢 瘦人多属 阴虚和热性体质 所谓瘦人多活就是指的这个虚活 常常就表现为喉咙干涩 嘴巴有苦味 眼部充血 头重脚轻 烦躁易怒 如果多吃辣椒的话呢 不仅会使上述症状加重 而且呀 还容易导致出血 过敏和炎症等症状 另外呢 是虽然辣椒啊 是吃起来过瘾 但是呢 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能力量力而吃 否则吃的时候呢 是过瘾了 却使自己的身体健康受到了影响 当然了 我们还是要合理的进食 保证健康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